字幕by索兰娅 最近疯狂的迷恋上了演话剧 话剧是基本上是不挣钱的 你这不是为了拍戏 你就为了花钱 对 这不是话剧 不是关键剧组女孩多吗 开玩笑 我们可当真的 把这段剪下来 作为片方每天滚动播出 老郭今夜当四年 宁阳当场办婚礼 今天带来这个戒指了吗 带来了 来 我们来参观一下 这是由天津玻璃三场 伊拉克的 我们要问一下 范萧文 愿意嫁给易洋吗 我愿意 好 愿意好 你愿意娶小宇 对不起啊 就问多了 我愿意 5 4 3 2 1 欢迎您 准时日年准点准时收看我们今天的天津卫视新演游戏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还是郭德红 好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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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 差不多了啊 刚上来有人喊再来一个啊 我都纳了闷了 刚才来一个什么呢 这 尤其这边有人请我 今天主持人还是郭德红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们换人了呢 喊这个话的人也不是外人 我徒弟岳云鹏 他在我们这儿做助理的助理 为什么叫助理的助理呢 我们有一助理 小影子 他给小影子做助理 也就是一说北京都知道啊 现在岳云鹏在金冶游戏这儿做 二助理 大家不要着重的提这个字 跟本人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来了不少朋友 我看都坐满了 天号板上都吊着人了 现场来了就七万多人 从来没有一个台花这么些钱的 我为天津卫视感到骄傲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机械游戏 我是郭德红 欢迎你们 谢谢 这个角落老有这么出人意料的声音 你看看 你看看 找个框给扣上那儿吧 发出这个声音的人也不是外人 我们的导演小刚刚 好多人都纳闷啊 宿主来自于大佬 也不是小刚刚 我每次喊他的名字 我都呕吐的冲动 人非常的好 能力也很强 做这行做了三十多年了吧 他今年是三十一岁 在他的手里成功的干垮了很多风雨节目 孜孜不倦的在这个行业里边拼搏 我为他感到骄傲 节目到现在我们做了有将近一年了吧 收视率还算不错 其实这离不开大伙的帮助 当然了 还有一点 有好嘉宾 节目收视率也会上去 虽然说收视率不是一切 但是对做节目来说 很关注这一点 我相信今天这一期收视率低不了 因为我们来了一个特别好的嘉宾 掌声有请 一扬 歌手一扬 做客今夜游戏 阳光帅气的一扬 凭借纸飞机 成为无数歌迷的心中偶像 近年来 他涉足影视话剧表演 生活随性 婚龄两年的他 依然成为成熟的心好男人 一扬好 哎 抱一个 来 来来来来 哇 对对对 听没了就算了 对对 他们诚心 每当来了男嘉宾的时候 他们都喊七一吧七一吧 来了女嘉宾他们从来都不喊 那那那故意为难你 他们很诚心 所以你们记住了 万一谈有女嘉宾 你们再喊抱一个七一个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 就是一个女嘉宾 对 那个可以从下一期开始 有女嘉宾再报一个 就不如从这期开始 不不不 下一期就行 你很鸡贼 我好像好久没看见易扬了 对 忙什么呢 这段时间在这个 其实今年主要都是在 在这个 原来是这样 演戏方面的一段 等了半天没说完 对对 想当初易扬在唱歌这行里边 大横大子 天下尽知 对对对 我们在后天聊天的时候 我们的导演还说了 他说中国的男歌星 要说前四名里面得有易扬 嗯 那是被骂的最多的前四名里面 啊不那不是 那是骂的最多你前一名 哈哈哈哈 咱们坐这聊吧好吗 对啊 来欢迎易扬 谢谢 欢迎欢迎 我给您擦着 哎呦这服务真轴的 你看谢谢啊 你干嘛玩命的擦呀 慢点 因为脏了 我烟记了 粗粗啊 哈哈哈哈 你认识他吗 啊 转过您那边 我知道这是您高途啊 哦你还知道他啊 他叫约云鹏 对啊 你看长得都差不多吧 他可爱唱歌了 啊真的啊 虽然说英格名是说相声 但是在我们这孩里边唱歌 算唱的多的 那那那那还是说相声好 真的啊 唱歌就是 那个看过我们这节目吗 看过 你说实话 真的我正好看着文章哪去 啊 看着喝啤酒来了 对啊 后来看着又吃又喝 节目挺好 来吧 啊 赶紧的 那今天好像菜不够啊 不知道你来 对你来 叫他们主角了 哈哈哈哈 这个今天一样来了挺高兴 啊 可以说酒尾了 嗯 我们都是看着你的歌长大的 我 那那 好吧你就说好吧 好吧就可以了 好吧好吧 他是个老实人 今天跟一阳聊聊天喝着茶 让我们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一起来 乐乐 他们说的说乐吧 他们拿人钱了多少是 最近我们节目里边有一小玩意儿 叫PS 就是把我的脸呢 变成不同的形状 我们来参观一下 今天有什么新作品 快来影子 喽 周星驰啊 变 我看向郭麒麟 别说这PS挺好 比较一下 对 眼睛小了点 一个瞪着眼 一哭的 下一句 哦 变 我这是造型 来 我退休之后就这样 我退休之后就这样 戴小红帽 然后我就碰见这个郎外婆了 下一个 哦 欣宝大哥 变 我比他看着精神多了 这倒是 确实是 你别说 他差几十岁了啊 别说一下 你这个是 好谢谢 我怕他说出别的了 来 这个难度就大了 这可不容易了 开始 这是当年 我当中年妇女 没有拍的 这张是P的最好的一张 你看我多昧 比较一下 挺好 嗯 不来一胎 还有吗 没有了 好 收工吧 这是我们的网友 叫盛少韵和刘传华提供的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使用这方面的才能 自己要放马过来 把你们作品寄到这 一分钱都不给啊 说好了 这个 好几年没看到一样了 当初出现在 大伙面前的时候 都说 这是个奶油小生 啊 有这么几年没见 改巧克力的了 现在是 化了 奶油化了 成熟的男人了 啊 这大伙说说 这几年干嘛去了 其实这几年 都在北京 啊 对 然后呢 也是做了一些 好 好多别的事情 也拍了戏 譬如 咱能说的 说说 对 能说的就是 拍拍戏啊 演演话剧啊 啊 然后做点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都拍什么戏了 啊 像这个电视剧也拍了 然后呢 这个电视电影也拍了 然后话剧 话剧 我最近疯狂的迷恋上了 演话剧 嘿 我跟你讲 你拍一个50级的电视剧 你都不是来一话剧过瘾 对啊 舞台上 它是一个完整的艺术 是 电视剧那也太碎了 而且我 我觉得 像今年就是 从5月份开始吧 到现在已经是 现在在拍第二个话剧 嗯 然后本来想今年接三个的 结果时间实在是 排不过来了 之前排的这叫什么戏 之前那个叫昏了昏了 是一个小剧场的话剧 喜剧吧 对 喜剧 挣钱了吗 话剧是 基本上是不挣钱的 啊 但小剧场话剧 人家说 连着演两个月什么 也能看这些 呃 这个吧 那单说 嗯 因为这个小剧场吧 首先呢 这个 这个我们每天排练的地方 比较远 这个 每天排练在 那个 三种 昌平那边 嘛 昌平啊 那离着北京城里 也够远的了 对 而且我也不住在北京城里 我住在 三种 三种 你家在通州啊 对 所以我这 一来一回 每天那个 这个什么 高速费啊 油钱啊 乱七八糟的 全跑去 这个话剧 基本上最后 然后再加上请客吃饭啊 大家一块玩啊 这个下来之后呢 能够 嗯 能够这个月哈 这个挣的钱正好花完就 就 你这不是为了拍戏 你就为了花钱 就是 对 这个不是话剧 不是关键剧组女孩多吗 这不是 好 开玩笑 我们可当真的 把这段剪下来啊 作为片化 每天滚动播出 这个 这是一个诚实的人 对 另外来说 我知道易阳很好玩 对 我就喜欢玩 特别喜欢玩 据说每天还玩什么游戏什么的 是 你玩 都玩什么呀 我 我玩的游戏呢 主要都是 玩一些这个网络游戏 屁股 像我要没事的时候 在家里 我原来最早的时候啊 这个 说到游戏啊 我 我这个叫做骨灰级玩家 就到头了都快 对 自身了 超级自身 对 在游戏这方面 我可以说是非常自身 因为从这个 大话西游啊 这个是最早的一个游戏了 大话西游 对对对 然后完了以后 就转战到传奇 然后又 又转战到这个 现在的魔兽世界 这几年 我基本上都是在和电脑较着劲 游戏跑 你玩过吗 我 智力不够 真的 玩吗 它需要什么智力 好 那有智力 它操作键盘 123456789 然后上下左右 我都不明白 看来玩过 这说的挺对啊 我都不会 真不会 我连连看行 那个不需要什么智力的 就是啊 这个 易扬当初在这个 唱歌的这行业里边 出类拔萃 据统计说 曾经连续五年 都上了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 对 对好多演员来说 这上春晚是一梦寐以求的事情 就是我要上春晚嘛 你也知道这样 这个形容一下吧 从第一届谁请的你 怎么来的呀 我还真记不住了 好像是在95年的时候 还是96年的时候了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说实在 我就觉得我这唱歌呀 我从应该怎么说呢 我应该说 从34岁以前这唱歌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唱过来的 我这职业 你今年三十几了 我今年超过34了 三十好几了 应该比你还大了 真的呀 你管他叫一大爷 一大爷 这是头颠吗 这是头颠 你要比我大 他得管你叫大爷 你比我小 他管你叫叔 你高一样吧 大爷吧 行了 大爷多听着解分 大妈呢 一会儿大妈 大妈一会儿来 大妈一会儿就来了 当时唱的什么歌 当时我记得是 九月九的九 九月九的九 您等会儿吧 九月九的九是您唱的吗 不是我唱的 不是陈上华吗 对呀 所以就是说我虽然参加了这个那么多年春晚 但是没在春晚上唱过自己的歌 这是个遗憾 嗯 然后我记得第一年应该就是九月九九 嗯 第二年呢 第二年啊 第二年 六月六的六 六月六的六 哦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了 啊 就是他唱的 哪个 九月九的九 哎呀 要不你玩不了游戏嘛 他是不能再玩游戏了 袁芳 哎呀 那个你会这歌吗 我听过 你你来两句 你你让你一叔一大爷的给你 刀着毛病 一大 九月九 有时九月九 重阳街 难举手 此乡的人儿 漂流在外头 是这歌吗 太对了 你瞧瞧 我觉得你姓好你小 要不然当年陈老华就就就没活干了 你捧他有什么用啊 他不在了 救人不在了 连续五年上了春晚 嗯 这这几年你出了多少张专辑啊 专辑我其实到目前为止一共才出了三个 三个 销售怎么样 嗯 前两张还好 嗯 我想前两张是你想那时候 我是九三年到了广州 然后九四年开始做的第一个专辑 第一个专辑的名字叫亲爱的你会想我吗 那张专辑卖了应该是有个七八十万吧 嗯 然后第二张专辑呢叫纸飞机 嗯 呃 那个时候呢就是唱片市场已经不是非常好了 但是纸飞机那张专辑卖了二十多万 啊 啊 然后第三个呢就叫该做就做的一扬 那个是已经在九八年了 嗯 呃 那个时候的唱片市场呢 呃 虽然也也不太好 但是比现在强多了 嗯 那个时候大概卖了将近十万张 当时出去尝尝什么歌 呃 最早的是一般一般到现在为止啊 大家这个我去演出大家要求的还是要要唱纸飞机 嗯 因为那首歌可能 嗯 这个 影响力很大 对听到的人比较过一些 观众印象很深 大家比较熟一点 到哪都让你唱纸飞机 嗯 基本上是 我们要不让你唱闲的外行了 喂 喂 我是说一般外行都让我唱纸飞机 哎 我们这有一内行 让他唱纸飞机 哈哈哈哈 我们怎么都能堵得上真的 这影子 纸飞机 哎呀 哈哈哈哈 你孩子没飞好 嗯 再飞一遍 哎 再飞一遍 让他唱纸飞机 纸飞机 你听着 嗯 咱们来两句 我们听听吧 好吗 好 反正我一般演出啊 就这稀稀拉拉的掌声 我都不唱 我再来再来再来 哎 谢谢谢谢 好 谢谢 那今天就唱到这里 来 我们就聊 聊下一个话题 哈哈哈哈 你吃 跟你先喜欢你 少来两句就可以 哎 嗯 给他来前奏 飞在风里的纸飞机 在满我对你的情和意 飞到那思念的另一边 诉说我心中的痴迷 飞在风里的纸飞机 少去我对你的惦记 漫长的等待的日子里 天天盼望与你相聚 好 谢谢 谢谢 挺好听 这个我们了解了一下 一阳家里边应该算是文艺世家 对 父母好像跟艺术都有关系 对 因为我父母原来就是 都全是唱歌的 所以呢 我可能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母亲在哪个团体 他们都是空盛歌舞团的 空盛 好爷子也是 我父母都是原来 哦 最大的 那么怪的 这是家庭的熏陶 对对对 所以呢这是应该也算是部队家庭出来了 然后小时候就没吵爱打 所以我到现在比较老实 没看出来 打得少 真的 我真挺老实的 我 我今天就是做节目话多点 我其实要不做节目的话 我一个人在家什么话都不说 真的呀 一个人在家跟谁说呀就是 对呀 现在不是一个人在家的吗 现在是 俩人 现在有太太了 对 你太太怎么称呼 姓范 范萧文 好名字 来掌声有请范萧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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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快来 来握握手 来握握手 来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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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啊还亲一个啊 就是人本家在这呢 这他也太喜欢我了 快走快走 你好你好 你好 要不你这边坐 就这样吧 一样一样一样 可以谢谢 都挺好 喝水喝水喝水啊 谢谢 我是第一次见一羊的太太啊 很漂亮 好像比你个子还高一块 其实没有她显个儿 有一个小小的八卦 据说你们是早恋 你说这点事这谁传出来的 这个 先喝水先喝水别着急 这不是上场剩的水吧 不是不是 是前天剩的 怪不得这茶茶圆 小文做什么工作 我啊 呃 现在就是在一个 她做的工作特别多 太假了 让人家说话 我现在是在一个 要以前吗 要 可以说了吗 可以说了 我现在 你说吧 我走了 对对对 可以走 我现在是在一个女子组合 也是演唱组合 唱歌 对对对 几个人的组合呀 三个 七十多人 七十多人 三个人 西洋红和尔团团 那你们多少 演出多吗 还行 我们刚刚 我最近都是在国外演出 多一些 那挺厉害的 走国际市场的 什么越南缅甸 刚才那个小问题 你们想好怎么回答了吗 据传说你们是早恋 这都谁说出来的 我还以为都忘了 怎么还记着 我很痛恨他们说这种问题 但我很希望你们聊一聊 对于我来说是早恋 对于她来说就正合适吧 对 那时候我都十四五了也 那你够晚着呀 对 那会儿我真差不多 她才十六岁都不到十七 哪一年啊 这不问我年龄的吗 你别说啊 九三年 好多好多年以前 对 九三年 我们不问年龄 因为在社交场合有这规矩 见女孩不能问工资跟饭 还有饭量特别大 对 真的啊 真的 谁问你了 九三年在广州的时候两个人相遇 嗯 是谁介绍的呀 嗯 当时呢 是我的一个姐姐在广州 然后跟她是一个唱片公司的 好 然后呢 我是到广州去见一个老师 因为当时想在广州县海艺业学院去继修声乐 她还有我那姐姐的几个朋友都在一起 然后当时第一顿饭是她请的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没有 当时我其实是不想去的 因为我一去就请客 你怎么这么爱请客呀 她有钱 那时候就我挣钱了嘛 对 周围的一帮朋友啊 他们都是 那时候还都是管家里 那会儿 那会儿好像一样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 对对对 就三年是吧 对 那时候我刚刚到广州 但是我有一个好处就是 那时候我签的是广州太平洋公司 那时候公司呢就是会录一些卡鲁片啊 然后去拍一些卡鲁片 所以我都会有点小外快 觉得可爱吗 那会儿 当时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年纪小 然后也没有说想谈恋爱 就是蒙滚饭吃 没有 注意力就没有在那个方向 就在图子身上 在图子身上了 先看菜摊 然后 但当时因为是好几个人 都是比我年龄大的 那个哥哥啊姐姐 所以当时就觉得挺舒 挺温暖的 觉得一到这儿还有这么多人接待我们 挺好的 有人带我们吃带我们喝 然后还带我们去玩 特别高兴 你看位子就伤身 当时就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吧 第一次见他 那后来呢 谁追的谁啊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当时呢 他就没事就找我玩去 那就是蹭饭 不是我在 有时候也不管饭的时候也去 希望管饭 这么一说我 你释然了 仔细回忆一下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嗯 那时候 能吃馅饼一顿吃七个 对 我最多的时候吃七个馅饼 然后那时候 你是抱着一个复仇的心态吗 不是 好家伙 哪个姑娘吃七个馅饼 嗯 这还是吃完饭去的 因为年轻 下午茶 接着说接着说 因为当时特别小 所以而且那个时候 万兴 特别小 然后当时在广州 确确实实实也没有什么亲友 所以呢 他们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姐姐已经 那你自信自己心里这么下 当然我 那你没跟我说呀 当时 那谁知道你上赶着 就把我当成最亲的人了 哎 因为就是你结账那会儿啊 真结账真心 然后我那个姐姐 后来出完唱片以后 她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变动 然后她就不在广州了 哦 然后那她走了 可能就剩下她 就剩一个馆饭的了 对 然后跟她就比较熟嘛 而且都是在这个音乐这一块发展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经常会找她玩 确确实实实 对 正式确定关系应该是什么时候吗 呃 是 九 九六年 啊九六年 那认识了三年左右 嗯 差不多 三年一天三度 三度是二十一个馅饭 三十六 这真不好算了 不好算 一个馅饭算一块馅饭 哈哈哈哈 对方的什么优点吸引了你呢 觉得 嗯 首先我觉得她挺大方的 好了 没事了啊 哈哈 你刚才你没接出来一个圈套吗 啊 没觉得圈套吗 哎呦以前没觉得 今天这么一说呀 我突然 过暗了 这个大方真的是 我 因为 我是觉得她 真的是每一次 大家在一起吃饭啊玩 都是基本她请客 然后她对朋友又特别好 然后我是觉得她特别特别干净的那种感觉就是在 每次把钱都花干净了 她不是 然后当时其实她那时候走势挺好的 然后会有很多很多歌迷 嗯 但那个时候就可能公司的原因不会让让她去说自己有女朋友 然后她那个时候她就有采访啊什么的 她从来都没有去顾忌过 对 都会说啊 我有女朋友 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艺人是不会说自己有女朋友的 就算是有也不会说 她那会儿说的女朋友就是你 对 那个时候已经 已经 已经确定关系了 啊 那时候跟现在正是相反 那时候不能说有女朋友 现在都争着 都争着 结婚 然后结婚以后 现在哪儿争着结婚 跟哪儿现在好 一结婚就 别好一回 那是到结婚的年龄了 云鹏 哎 你结婚了吗 没有 高临 去你的妈 哈哈哈哈 我给你帮你引进了 这是你一大爷 一大爷 这是你一的妈 一的妈 行行行 这已经一年七番次了 大妈没引进了 大爷引进了 啊 那个 你给你打招呼呢 不理 喊一遍 喊一遍 你的妈 哎 哎 不是我听不惯 因为 大妈懂什么 东北不叫大妈 大娘 嗯 差不多吧 叫大娘叫大妈 大妈大娘都有 都叫好 对 叫大妈娘 哎呀 更难听吧 还是叫大妈得了啊 当时依阳觉得 小文有什么优点 小文我觉得 饭量不算啊 饭量不算啊 哎呦 饭量不算啊 没有优点了 那都没有优点了 呃 其实她就是非常善良 哎呦 因为她是应该说是 我我我可以算是她 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看着她长大的啊 那就是互相 你看她她不看你吗 呃 她也看着我啊 她看着我变老了 她看着你结账你看着吃饭 然后性格非常温柔 这要不是做了这节目 我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喜欢你什么是吧 对 你瞧她 她平时嘴硬着呢 对 我们身边特别好的朋友都知道 嗯 但我也没想夸你 是 来找一个上来说说 啊 挺好 我挺爱跟你买聊天的 嗯 结婚是什么时候 结婚是08年 08年 嗯 我们就说要不是今年就结婚嘛 正好08年不是奥运会嘛 嗯 本来我们俩想定在8月8号结婚呢 我们算了半天 说如果要是8月8号结婚的话 估计到那得6号晚上就去排队 嗯 我们一想算了吧 这排队时间太太长了 对 我说干脆我们提前点8月6号吧 对 嗯 8月6号呢 然后那时候我也打听了一下 他们说也有可能8月6号的人也会很多 然后我呢 这是又有一毛病 我天生懒 属猪的都都比较懒 我就爱睡懒觉 这人没有用点了 我又爱睡懒觉 反正我就给我妈打一电话 嗯 我说 我就问我妈 我说 妈你说我要是下午去那儿 能登上机吗 嗯 后来我妈说的 哎呦那下午可能有点危险 然后 说要不这样吧 早上我帮你排去吧 哎呀 哈哈哈 然后我们我们就去了 到那之后发现啊 其实 越是这种时候 登记结婚的人 越不见得多 那天我们登记结婚 我到那块的时候 我前头有三个人 我们到那就就登记了 离婚 你仨人结婚啊 对 然后排着大队的都是离婚的 一千多个离婚的 真的真的 那天哪号 好多离婚的 嗯 我说这离婚也超日子 是不是 也该日子 也得攒那块 我想8月8号那天离婚的 是不是更多 哈哈 结果两个人就正式登记结尾夫妇了 对 婚礼的时候热闹吗 还没 没办婚礼 为什么没办婚礼啊 懒啊 也太懒了你 特别懒 他真的是特别懒 主要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中文有很多朋友都结婚了 我参加他们婚礼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这结婚 这不是结婚 这是受罪的 嗯 早上三点多钟就开始起来折腾 然后又这个那个的 又车兜着一圈 你说 本来说不定这家里离饭店 也就是走路过去五分钟 他非得弄一车队 兜出去一两个小时再兜回来 就是 太累了 觉得麻烦是麻烦 今天来的经验有戏了 我觉得是一好机会 不至于这么麻烦 我来帮你们补上一婚礼怎么样 真假的 看完价子吧 真的 我实话实说啊 我从来吧 没给人做过婚礼司宜 也别说从来 这二三十年来大约有 两到三次 我 我不会说 我实话实说 你要让我站上说相声 说仨中头我都不累 给人主持婚礼我真没干过 但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我愿意给你们试试 来回这婚礼司宜 你们愿意吗 真的啊 太好了 太愿意了 想了多少钱啊 等一下 他们有人真找过我 咱们同行 这个 家富商的也罢 或者咱们行业里边 很有钱的同行们也是 来帮忙 我说我花钱行 花钱随份的 我就参加婚礼这行 你给我钱让我主持 我干不了 真干不了 但今天挺好 难得两口子都说实话 咱听人半天故事了 你不给人干点什么亏心的事 正好今天都在这 小月小影子都在 我们大伙一块策划一个 今夜有戏 大伙一块来帮助一阳 完成一个婚礼 好不好 好 来吧 我们来准备一下 老郭今夜 呆思雨 一阳当场办婚礼 今天带来这个戒指了吗 带来了 来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这是由天津玻璃三场 提供的 希拉特的 一克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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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问一下 再教我们愿意嫁给一阳吗 我愿意 好 你愿意许小影 对不起啊 这问多了 问多了 我愿意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 普天同庆 尤其是一阳小文两个人在今夜有戏这儿 两人正式的结婚了啊 我们这边呢 还有小月和小影子 那以前我们俩结婚就不正式呗 有一个仪式 以前你们东西结婚了 没举行这个仪式 法定承认是两口子 但是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说呢 必须亲朋好友在一起 搞这么一个仪式 大家都知道了 这跟说像是百姿收徒弟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来做你正婚人 你要记住了 一人为试试诛 我跟着没关系没关系啊 各位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新郎 这是我们的新娘 这是我们的小郎 这是小娘 小娘 多难听啊这个 咱们这样啊 让新郎在下面等着 然后你们两个作为伴郎和伴娘 要先出来 我作为正婚人和司仪 我在后面陪着新娘一起出来 好吗 都准备好了吗 来 开始咱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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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大家 别喝了 哈 有请 有请新娘和正婚人出场 谢谢 谢谢 没事没事没事 别多想 别多想 我有话说了 说完你就明白了 行了差不多了 那我一分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新郎 是我们大家特别喜爱的青年歌手 杨 我作为正婚人 主婚人 主持人 司仪 银宝袋 师傅 都是我一个人 我来见证一下他们的婚礼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如果方便的话 把手撒开 他直蹬我 今天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好日子 娘有花香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 在我们现场 今天有一万多人 我想听到你们的掌声 好 好 正是介绍一下我们的一对亲人 这边手捧花束的是我们的新郎 易扬 旁边是他年轻漂亮温柔可爱的新娘 范香文 谢谢 谢谢 这边提的小花篮穿着红裙子 什么可爱的小助理 今天来做伴娘的小影子 好 这边是我们的伙计小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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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今天现场来了很多的朋友 大家都来见证一下他们的婚礼 此时此刻 我们特别想知道 作为新郎的姨阳 有什么话 要对自己的新娘来讲 首先呢 说得好 来 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 今天你是我们的主角 舞台的正宗交给两个人 来 开始 首先呢 先要这个 表示歉意 因为结婚这么久 都没有办婚礼 然后呢 因为我现在也知道了 女孩 其实平时我们俩聊天的时候 她老说这个 结婚她也觉得累 但是我现在想 可能这女孩 还是都希望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一个非常美丽的 非常像童话一样的婚礼的 但是呢 今天先暂时的小小的满足一下 然后我们的婚礼以后一定会办 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去办 而且呢 我也希望啊 因为 因为我们结婚了以后 像我现在的肯定性格也不会像以前了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 然后一直能够走到慢慢的变老 然后走到永远 我请今天感动一下 一样不善言辞 但是呢 所说的都是心里话 她的意思翻译过来之后呢 就是一句话 就是馅饼要有 玫瑰花也不能短 是这个意思 我要问一问现场的朋友们 今天现场来了好多人 包括我们的现场观众 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要问一下 他们两个人结尾连理 你们有人反对吗 有 有 你这人缘太刺了 这为什么他们要反对 为什么要反对啊 不知道 哦不知道 他们反对的原因就是说 你们结婚结得太晚了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啊 好谢谢 哎你都问这点 好这个现场朋友们都鼓掌 都说会支持你们俩结婚 那么接下来呢 在婚礼的程序当中 要有一个小问题 要想问一下 一阳先生 你愿意娶范萧文小姐为妻吗 我愿意 好 我们要问一下 范萧文愿意嫁给一阳吗 我愿意 好 愿意吗 你愿意娶小姐吗 对不起啊 这问多了 问多了 我愿意 小泳子你愿意嫁给岳云鹏吗 我不愿意 谢谢谢谢 谢谢四位的坎诚 尤其后两位说的真是实话 好极了 男女双峰都愿意 那么现在 我们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我想问一下 今天带来这个戒指了吗 带来了 来我们来参观一下 这是由天津玻璃三厂提供的 钻戒 你看看这个大钻戒 这是伊拉克的 一克拉着 一克拉着 来分别取一个 好 为什么把我的给拿走了 对了 他要给你带 你要给他带 我还以为自己带自己呢 对对对 我 来影子 来 现在希望男女双方 把这个 不是玻璃的 不是玻璃的 画线 把这个 象征着爱情的箭子 给对方戴在手上 不光套住他的手 也要拴住他的心 来 我们在掌声中 见证两位 来 他们都要拴住他的心 这是 functions 我们在掌声中 因为对方 没有 包括 感谢 普通人的婚礼上也会看到一对新人在亲吻 何况是我们两个出类拔萃的年轻艺人 所以说你们这本人这么太轻易不可以 这样吧 让月云鹏跟小影子示范一下 来 小影子 我给你揽一活 来 快来 姑娘 快来 这个就是演戏 不必往心里去 会吗 我会 咱们参观一下 你应该说不会 还得多练会 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你别动 郑家这个绿的是什么 去你的 韭菜 韭菜 别动 哎呀 怎么那么笨呢 别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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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捣乱啊 别捣乱 爱你就好 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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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许不知道 我们相遇在爱的转角 深陷在回忆里的拥抱 看你成交有幸福伟大 就这样牵着手 两个人的微笑 我知道我们会一直到老 看那风中的叶在飘 物体落在心中燃烧 等它慢慢发酵 在眼望无聊 独特寻航 多么巧妙紧紧缠绕 不用炫耀纯净的一秒 一直到这最重要 看你微笑慢慢到老 爱你就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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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妙的歌声带来了无尽的遐想 再一次送上我们的祝福 我代表天津卫视金有戏 代表北京德云社 送上我们的祝福 希望你们 可以了 希望你们永远幸福 早生贵子 白头到老 谢谢朋友们 谢谢 首先呢我特别感谢 《今夜游戏》这个栏目 还有郭德纲老师能够带给我 这么一个温馨和幸福的时刻 然后平时一样可能不太好表达的一些话呢 在今天我也听到了 我当时特别感动 虽然我没有流眼泪 我是在控制着 说完了 对 说完了 你这太官方了 不官方 因为其实我从唱歌到现在 做了很多的节目了 然后今天这次我觉得是 特别有意思 而且特别有意义的 终于呢 我们在大家众目睽睽地监视下 我们举行了这个婚礼 不会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都有这样的机会的 我在此呢也是非常感谢 《天津电视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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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